丹丹局长告诉我说 有一个呢 局情质询 是 没有错 请问各位特工 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蔡汤勇局长 在你心目中 华语圈男主持 排名前三的 请说他们的名字 好狠啊 我听不懂这个问题 为什么 对我来讲 全宇宙 根本只有一个主持人 就是汪海 没有 没有别人 蔡局长 何老师啊 他们都会看的 对 还有那个马东哥 什么的 我觉得你们五个人 那最大的本性 是挑拨鱼尖 对啊 对啊 山封颠 nonsense 别的本性没有 这个最厉害 如果你这么会回答 你回答 我回答 resorty 玩帅了 我 operation 我感觉刚刚参局长 说的完全已经是 不行 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讲出另外一个答案 你什么问题 包括我这来了 śpué种是整我是吧 你不说她答得不好吗 那你就答 有更好的答案 再留为這 是不是 你经常在私下给我讲 过对司 mantAT 你现在说什么了 你私下讲的那三个排名 不行 不是 你必须要回答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这是四个人 一百多个主持人 各有千秋 刘维是私下会跟同事议论 没有 我是一个很乖 从来不会议论别人八卦的人 屁啦 你那个脸看来 都给他穿小鞋的人 曹大哥 其实我觉得现场调拨离间只有你 对 他们是一派的 我们是不是一派你在干嘛 刘维表面上对曹西平还蛮恭敬 一定能够脱口而出的说出来 曹西平大哥的成名曲 是哪一首歌的 我当然知道 知道吗 曹西平大哥的成名曲非常的好听 什么歌 跳出来 直接唱跳出来 曹西平 哈哈 皮特格生曹平 他的年代跟我差太远了 你知道的时候他应该还没出生吧 我一九五九年生的你 他像跟我一边大 六零年 哎 哎 很精病 曹大哥是演艺圈的活化死 哈哈 谁有执行要提出的 问一点难一点的 好 妹妹 蔡局长 我发现康熙来了 已经做了有整整十二年的时间了 是 那么您觉得火星情报局能做多少年呢 哎呦 哎 哎 康熙来了十二年不算什么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 哈哈 所以我觉得火星情报局应该在做个六十二年 差不多吧 还有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沈梦辰 哦 终于转移了 我发现你多次强调你喜欢那种 长得不是很帅 但是比较有幽默感的男生 那么对面其实都比较适合 请问你如果你选择的话 除了谁逸凌谁适合你告诉我 不要偷我下嘴 如果让你选择的话 你会选谁当你的男朋友 呃 叶甫 去除掉 去除掉 你也可以去掉我 我不要列入考虑 不不不 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列入丑八怪 小妹妹 我跟你讲 你拿我跟他们两个比 我会生气 我去唱跳十组 跟两个丑八怪比在一起 我跟你说 我气死你了 好 你坐下 所以我要选择的是 哎 厉害了 我也想到最好厉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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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宁老师 不选赵玉宁老师 难道我选潮汐皮吧 我终于知道我平常有多惹人厌 那麻烦跟我自己交代一下 因为我本来是 今天晚上的机票要回台北 能不能跟她改到明年去好了 是的 我还想问一下瑶瑶 我也有 同样的问题 对面选择一个 想要做男朋友的话 你会选择谁呢 对面的 瑶丁 你不要对我摆那个姿势 反正不是我 我知道 当然不会选你 还是不会选你 我也是你 因为她没瞎 我知道她 她剩下两位 那其实不用选了 因为这已经结婚了 她要想办法让给离婚嘛 所以 长哥好 你选田园啊 选田园 田园好像每次在这边都垮掉 不能选她 谁垮的是她 谁说的 不是 垮掉是田丰 田园是向没来过 我要选拳风哥 你要选田丰 对 因为 因为 她跟汪涵局长有裙带管子 所以你想要跟她在一起 然后去骗汪涵的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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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还有 有进去 在接下来的火星星报局 提问的话 我们有个二维码 你扫了之后呢 有机会能够得到提问机会 这就是二维码 好 谢谢 各位 我们要开始好好的开会了 好 目前进入特工提案的阶段 提案这件事情呢 听说是由副局长来担任点人 对 今天第一个提案 我想要交给好久不见的文明哥 那我就来请大家 仔细听我今天的提案 因为呢 我个人 你可以轻松一点吗 你干嘛搞得那么严肃 你是干什么 轻松一点 你是领导要致辞还是怎么样 是绝对 就是这样 你看 太轻松了 文明哥 你得说一个我发现 才帮你做后期 对 我发现还有音乐 当当当当 不是那种很随便的 我觉得呢 我觉得 不好意思 你们众口说经 可以拍一个帅一点的 跟我讲这个规则吗 我来修吧 我来修我来修了 我来吧 我发现是这样的 我发现容辞 等一下 应该怎么讲 就是我发现 我发现 我发现 POSE 好 OK 等一下 我发现一个POSE OK 好好好 我走走 镜头在这里对不对 我发现 我发现 好帅好帅 而且开始提了 然后后面 我以为是摆着POSE就好了 太久了 太久了 忘记了 我发现 郭雪芙 并不是真正的火星人 今天现场的郭雪芙 是个假人 有一个火星人 把他的灵魂全部抽走 使用了他的皮 假装是 郭雪芙 辣椒 辣椒 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样说 各位 郭雪芙在台湾的形象 一向是迷人 性感 高贵 可是来现场 完全就变成一个大妈 而且从头到尾 根本没有讲两句话 干脆来一个人形立板就好了 干脆要引掉你来干嘛 而且他不只是大妈 他还变成老大妈 我刚好有准备影片 各位请看一下 雪芙年轻时候 咱们跳舞的 321 Come on 有没有 有没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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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雪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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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哇哦 雪芙 雪芙自己不知道怎么 怎么看自己现在 哎呦 哇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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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雪芙前 雪芙前 真的 差别好大啊 那有真的是你吗 蛤 是不是光连服装这一招就差很多了 真的吗 对啊 所以杨定你觉得她之前的那些唱跳的表现 你认为堪称是一个偶像女星吗 堪称吧 哈哈哈哈 哈 堪称堪称 哎你又你又不懂歌舞你在发表什么意见 我会看啊我有眼睛啊曹大哥 你会看吗你看得懂吗你啊 看不懂啊所以我又只能说看这样 你们两个好爱吵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因为其实当时 因为我还记得在康熙来的时候 天哪大妈 一个比一个性感 为什么那个脸那么琢啊 差很多 有没有 还有那些大妈 大妈和那个女儿 因为以前在表演的时候 我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 我们都是需要训练的 才能表演出来 可是因为这是在火星都是即时性的东西 没有康永哥 康永哥我要告诉你 直到刚刚为止 雪芙在火星上已经有突破了 她说的话已经超过前面所有的 对对对对 刚刚说了好长一段 其实是她这三季以来说的最多 最长的一段话 这样就已经说最多了吗 偶像剧搭配过的男生是 颜亚伦 刘以豪 大都带走 现在就在这边和前锋在这边 一下子一落千丈 右边那个是谁 等一下 拿人家的艺术照 跟我的这种工作照来 正好大爷配大妈 拿我的那个帅的照片出来 看一下